天津的警察说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 就只能去北京去上网 这种场面我跟那个辅导员当时都哭了 这么好的一群民众 这么安分守己做人 在单位都是老老实实工作 都是按照真山人的做人的标准去做人 而且这些去反映情况的学员 规规矩都排着队 都让出行人路什么的 看着很悲壮 425事件令国际社会感到震撼 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 和平理性有序的情愿活动 被称为是历史性的壮举 然而中共却选择站在普世的对立面 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我现在看见了那个过程 确实是振奋人心的 完全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 而且整个过程啊 井然有序啊 中共暴政把这样的一次和平抗议啊 污蔑为是什么围攻啊 那完全是愚家之罪啊 何患无词 这次和平运动呢 也使中共暴政啊 感到了深刻的恐惧 他发现呢 在中共暴政残酷地震压了八九六四之后 民间居然还是能够聚集起如此巨大的能量 这让他们感到极其的恐惧 25年来 法轮功在中共整部国家机器的打压下 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壮大 已经红传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学员争取信仰自由 而展开的和平抗争 赢得越来越多的世人的尊重 法轮功的整体 大家的素养 真的是有一个高标 高道德 然后非常的不一样的一个精神层次的一个展现 那所以从25年后的今天再看 还是感觉就是说 当时的这个上访行为是非常的了不起 他们违背人性就在这里 他们连最善良最平和的这些活动都不能忍受的时候 你觉得他还能忍受什么东西 所以这件事情将来一定会照耀史册 也就是当中共政权结束之后 这件事情重新被翻出来的话 一定会被正面书写 会被后人铭记为 是一个在一个难能可贵的时间底下 所发生一场良心觉醒的运动 新唐人记者唐锐综合报导 是的 是的 感谢观看